大家好 今天我會跟大家分享關於西西里的黑手黨歷史 因為我趁伏節假期 就來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島 在西西里島旅遊是超過一個星期的 而一般香港人 很少會去到西西里 去意大利旅遊 多數去北部的城市 法羅倫斯 米蘭 去羅馬這些城市 威尼斯 很少人會去到西西里 就算去都是走馬看花 去一兩天兩三天可能經郵輪去 但是實際上西西里 我這裡遇到很多旅客 一來就說來幾個星期 因為這是歐洲人度假的天堂 因為當歐洲的北部 比如說以倫敦為例 現在還在穿雨涌 每天的氣溫是5-10度左右 但是在西西里已經可以去海灘游泳 已經可以穿短袖衣服 非常舒適的 西西里的治安 比起我想像中好很多 因為我去過威尼斯 去佛羅倫斯 米蘭這些大城市 感覺上街頭不是這麼安全的 很多奇形怪狀的人 會在你附近似乎對你虎視眈眈的 但是來到西西里 除了柏拉幕 可能比較雜小之外 最大的城市 但是其他地方 大部分感覺都民風非常純樸 很安全 即使在柏拉幕 有些人就說 在歐洲不要戴名牌手袋 不要穿名牌衣服 我看到不是這樣的 我看到10個人有7個人 要不就穿名牌衣服 要不就拿著名牌手袋 一點都不感覺到他們很緊張 普普通通 我見到一個Uber司機 可以穿全身阿媽尼的西裝 而看到一些餐廳老闆穿Prada的西裝 站在這裡招客 而在街市 逛街市 逛超市 看到一些女性 婆婆 都拿著Cucci的手袋 甚至乎我見到一個婆婆很老的 七八十歲 拿著Hermas的手袋 在這裡買送 所以一點都不感覺到 這個治安是很惡劣很差的 跟想象中是不同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是從黑手黨的歷史可能是有一些關係的 我和我的女兒解釋 意大利的地圖 就好像一隻蝦踢一個球一樣 球就是西西里 蝦就是意大利的本島 由意大利的本島搭船 搭船一般就要兩個小時 或者兩個半小時才來到意大利 西西里 但是西西里島再向南走 如果再搭船 又是幾個小時去到馬爾他 所以西西里的地理位置很奇怪 但是意大利的地圖 也反映了意大利這個國家的民族性格 因為像HER和像足球 HER就是反映時裝 意大利的時裝品牌非常出名 Cucci Prada Armani 這些名牌都是非常受歡迎的 國際上很多人喜歡 Mandarine 也可以的 我們以前香港人很喜歡 背面髮袋 今次我們意大利也看到 還有Versace Valentino 等等的意大利高級時裝品牌 所以西西里人和意大利本島人 都很講究衣着的 跟英國人可能不同 英國除了倫敦以外 我看到人們的衣着都比較隨便一些 但是西西里人 看上去大部分人都是穿 比較體面的衣服的 這對他們來說是民族性格 而意大利地圖的波 就是西西里島 西西里島是四箭之地 什麼叫做四箭之地呢? 就是因為它是地中海最大的島 有500萬人口 所以這個這麼大的島 其實你玩兩三天是看不到什麼的 只是走馬漢花而已 起碼要十天八天 或者更長時間才可以享受到西西里島的風情 這是兵家必爭之地 自古以來如此 所以在歷史上最早統治西西里島的人 就是加泰基人 暴力戰爭前 加泰基人一直在控制西西里 超過100年的時間 後來這個暴力戰爭 羅馬打贏了加泰基 最終奪得西西里島 拿了西西里島 一直由羅馬帝國控制 而因為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戰略位置 它就是地中海的出口位 所以不同的國家的船隊要出入地中海 必經過西西里 要經過西西里去補給的 所以很多的朝代都不斷被外來的征服者侵略了 羅馬帝國崩潰之後 後來東羅馬帝國擺尖庭 又控制過西西里島 又後來法國人的興起 洛曼人的興起 在西西里建立了洛曼皇宮 所以柏拉幕有一個皇宮叫洛曼皇宮 我早四天前去看過 是非常漂亮的 後來西班牙人崛起了 大航海時代西班牙人 又控制了西西里 最後法國人又重新統治了 中間還經歷過阿拉伯人統治 所以西西里島有很多阿拉伯風格的建築 然後西班牙人又重新回來 最終法國人又統治了 直到1861年 就是由意大利北方的薩丁尼亞島 以及薩丁尼亞皇國 由北至南統一整個意大利 統一了西西里 這個歷史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反映了西西里人和意大利本島人 其實有很新的矛盾 意大利本島人是講的意大利語 西西里人是講西西里語 雖然兩者互相溝通到 但是 是有一個明顯的分別的 其實就好像廣東話和普通話那樣 所以西西里人有自己的民族性格 而且是一個孤島 暫時還沒建到橋 將來說會建到橋 但是暫時還沒建到橋 是通往的 所以 他們一直有一種自治的性格在裡面 跟本島人是有多少格格不入的 而西西里島 為什麼會成為黑手黨的發源地呢? 當然了 有眾說分文 首先黑手黨這個字 其實是很奇怪的 因為香港人就叫做黑手黨 中國人叫做黑手黨 就跟黑手黨他們的行事風格有關 他們有時候做了一些事情之後 就會留下一隻黑掌印在這裡 以示是他們做的 但是他們的意大利名字 Mafia 跟黑手黨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他們的名字 到底是為什麼? 目前有不同的說法 有些人說他是希臘語 有些人說是阿拉伯語 也有人說他是意大利語 到底是哪一種呢? 由於他是一個秘密社團 就好像洪門 天地會那樣 有很多國家各派的說法 沒有辦法知道 不過目前目前最流行的一種說法 就是意大利語 為什麼呢? 這就叫做民族說起源 民族說起源 因為在十三世紀的時候 有諾曼人在統治西西里島 後來法國士兵太好戶了 有法國士兵強暴了西西里本島的女性 最終西西里的男人 發動攻擊 攻擊法國人 所以他們自此組織起來 對抗外來的侵略者 後來阿拉伯人 西班牙人 就由這些男士的組織 叫做黑手黨的組織 攻擊一些外來侵略者 黑手黨的意大利語的拼音 其實是簡寫的 簡寫是什麼? 就是攻擊法蘭西人 是意大利人的渴望 他的意思是如此 F就是法蘭西人 由此可見 意大利西西里島 為什麼會成為黑手黨的起源地 跟他的戰略位置有關 比外來人侵略得多的時期 本土的民族主義激發了 就出現了一些秘密組織 這是第一個說法 不過跟現代的黑手黨 是沒有直接的關係的 因為現代黑手黨 我們公認也知道 大概是19世紀 在1860至70年代 在西西里大量崛起 有另外兩種說法去解釋 就是過去100年很流行的第二種說法 就叫封建說 封建說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因為1861年 加富爾 薩丁尼亞的首相 統一了意大利之後 推出了土地改革政策 由於在以前 土地基本上有教會控制 以及大貴族控制 所以加富爾搞土地改革的時期 就是將土地分配給一些中間的貴族 中產的貴族 取代了以前的教會和大貴族 結果 很多新興的土地地主出現了 但是由於西西里 在1860年代只有450個警察而已 所以是沒有力 控制西西里的人不受外來侵略者 掠奪他們的財產 因為西西里 由古至今 都是很多難民的地方 在地中海最重要的戰略位置 所以非洲的難民 去歐洲本島 往往要經過西西里 中東的難民去西歐 又要經過西西里 所以當時有些地主很擔心 外來的難民 會剝奪他們的財產 所以沒有警察保護的情況下 他們就找了一些黑社會去保護 就是黑手黨 所以黑手黨為什麼大規模崛起呢? 這叫做封建雪 過去100年這個說法也很流行 直到第三個說法是推翻了 第二個說法就是檸檬雪 因為在1870年前後 當時醫學界推廣要吃檸檬 因為認為吃檸檬可以降低心臟病的風險 而西西里的檸檬是天下第一的 西西里本地最出名的農產品就是檸檬 所以突然間國際對檸檬的需求大增 所以西西里種檸檬樹越 最生意好的地方 黑手黨越活躍 所以有一些學者在劍橋牛津 發表了論文 證明了 是跟檸檬樹有關 檸檬樹越旺盛的地方 黑手黨越活躍 不是最活躍的地方 是大城市 大城市 比如說Cartene 其實不是黑手黨最活躍的地方 帕拉幕黑手黨比較活躍 但是更多就是一些檸檬樹 很旺盛的地方 他們黑手黨越活躍 所以 這是完全徹底推翻了我們的常識 因為黑手黨不是集中在西西里的北部 反而集中在中部最初的時期 所以第三個解釋就叫做檸檬樹 現在學術界普遍接受檸檬樹的說法 所以黑手黨的興起 原來是跟國際貿易有關的 最初就要保護檸檬樹 不受外來者侵略 後來就勒索地主 要他們交保護費 然後第三個階段 就是要運送檸檬去國際貿易 所以 西西里的黑手黨 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 去到全世界都是 但是關鍵到了1920年 1920年代 就是麥索里尼上台 麥索里尼作為一個法西斯政權 當然不能夠容忍 有第二種勢力 會影響到他們的法西斯黨 所以他上台之後 清招在拿北勒斯 以及西西里活躍的黑手黨 結果黑手黨人 敵不過政權的威脅 所以紛紛逃離了 從西西里島 到了美國移民 到了美國就集中 群聚了芝加哥一帶 因為移民通常是有集中性的 同鄉里容易互相照應 所以在1920年至1930年 尤其是經歷過大蕭條之後 意大利的移民到了芝加哥 形成了很大的勢力 當經濟越不好的時期 他們就會越經營一些地下活動 所以在1930年代 西西里人的移民到了美國 就發展成為美國的黑手黨 直到到70年代 教父套電影拍了出來 大家對西西里島的黑手黨的故事 是更加感興趣的 所以目前學術界 對於三種學說 就是民族說 封建說和檸檬說 認為是主要解釋黑手黨的起源 而為什麼黑手黨會到國際化? 主要是發西施說 就是默索里尼打擊之下 讓黑手黨花果飄零 在國地裡面 開枝散葉 最終 成為世界第一大的黑社會 而緊隨其後的 就是日本的山口組 以及香港的鴻門 這些都是國際上非常惡名超章的 黑社會組織 不過我來到西西里 西西里的治安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其中一些原因 可能跟黑手黨是有關係的 因為 到了今天 仍然 很多難民都會去到西西里 作為中轉軸 但是難民裡面 樹大當然有枯枝 當然有很多會在街頭上賺食 但是我看了很多報道 就說黑手黨阻止他們的人賺食 攻擊他們的人賺食 因為對於黑手黨來說 他們現在已經國際化了 在2012年 有學者統計 黑手黨合法資產 地下資產沒辦法統計到 合法的資產就是黑社會主要有名有姓的頭目 洗白了 他們的公開合法的資產 加起來 是等於愛沙尼亞一個國家 一年的GDP 其實很厲害 富可敵國 還還沒計算地下資產 所以他們對於自己的故鄉 西西里是非常愛惜的 而西西里是以旅遊業見稱的 所以他們是多次發動攻擊 攻擊一些外來的人 在當地賺食的 有很多報道都是這麼說的 譬如說2015年的時候 其實有英國的遊客 被人偷了東西 然後上網大罵 就說意大利黑手黨偷了我們的東西 很慘 結果黑手黨的頭目看到之後 就下了命令24小時要捉拿那個賊 要保護意大利人的名聲 保護西西里人的名聲 所以我感覺到西西里的治安 並不是想像中那麼惡名超張的 不像電影一樣說 所以來到意大利 在街頭還看到很多 黑手黨或者教父電影 那些旅遊景點 譬如說拍攝的場地 有很多店舖在賣教父的紀念品 那麼黑手黨和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 是寫下北解之源的 而西西里島有兩隊球隊 帕拉莫和卡丁尼亞 都在以甲裡面算出名的球隊 當然了 不是爭霸行列的球隊 因為南北經濟始終是一個巨大的差異 在北方 譬如說威尼斯 法羅倫斯 米蘭 其實是近接近西歐的 他們文化上是很西歐的 而南方西西里人是很農業的 很地中海的 很遊行的 這裡的店舖吃飯吃兩個小時 跟英國不同 英國吃七個字八個字 這裡吃兩個小時兩個半小時 而西西里人是不夜天 我們來到這六天 吃飯每晚基本上八點半才開始吃 吃到十一點十二點 這裡吃飯吃兩三個小時 好像法國一樣 跟英國不同 英國八點多街上除了酒吧之外 基本上沒什麼餐廳就繼續招新客人 基本上也要收工 所以西西里人他們的文化風情 跟歐洲很多城市都不同 如果來西西里的旅遊都別有一番之味 如果大家繼續想聽我關於意大利統一的歷史 不妨留言告訴我 好嗎? 鼓勵一下 支持一下 收到平台Patreon 還有獨家資料 課堂 哲學的課堂 經濟史課堂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多謝大家 拜拜